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香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水果 有轻热润肠,促进肠道蠕动的功效 香蕉的果肉又香甜软弱 所以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我们去购买香蕉时 会看到香蕉有丸有纸,有黄有绿 那买香蕉到底是买完的还是值得好呢? 赶快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以后可别再乱买了 首先第一点 其实香蕉在未成熟的时候都是值得 在它生长的过程中会慢慢成熟 会炒着光的方向生长 也就是引着太阳的那一面生长 于一开始出生的方向不一致 就会形成了玩具 这是植物的一种自然向然性导致的 大家都知道香蕉会从出产地 运向全国的各个地方 所以好多香蕉为了方便运输 但香蕉还未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下来 然后通过催熟后再进行收卖 所以我们看到香蕉就会由池有弯 弯的香蕉成熟度会比值得香蕉成熟度更高 也是自然成熟的 缺点就是存放的时间 没有值得香蕉存放的久 但是却比值得香蕉又好吃得多 所以大家购买香蕉时 还是要买玩具的好 第二 我们购买香蕉时不能光看弯纸 也可以用手捏捏 成熟的香蕉不仅软度失踪 而且弹性十足 带成熟的香蕉 虽然看上去表皮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捏起来却是紧实发印的 这类香蕉就是已经放了催熟药水 但是时日不够还没有彻底成熟的 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第三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蕉的外观 成熟的香蕉外皮光滑且圆润 颜色成黄中带绿 这种香蕉就是比较好的 不成熟的香蕉动体发绿 过于成熟的却又有很多的黑斑 不利于存放 像这类的都不建议购买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香蕉的冷酱 吹锁的香蕉 冷酱分明 很明显的就能够看出来 而自然熟的香蕉 冷酱很不分明 看上去几近光滑 挑选香蕉的注意事项就已经分享完了 大家都记住了吗 不然你就收藏起来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 记得关注我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